台中南區長春公園 臨近國民運動中心 暑假到來人潮聚集 但是近年來街友聚集 造成了環境髒亂等問題之外 也讓民眾擔心 街友喝酒之後 鬥毆姿勢引起治安問題 今天市府跨局處辦理聯合稽查 要勸離街友把安寧還給社區 在眾人的勸說下 街友好不容易店頭同意 到救助站沐浴 鏡頭轉到另一處 還有街友席地而坐 這裡是南區長春公園 因為街友聚集 垃圾 酒瓶隨處可見 這邊造成環境紛亂 喝酒鬧事 喝酒 最直接是喝酒 在那邊躺著 如果婦人家要來拜拜的時候 都不敢進來 尤其那個小孩子也不敢進來 一些垃圾啦 像大小便啦 最主要 要衛生啦 不要造成環境的影響 因為衛生第一嘛 街友群聚嚇壞不少到這裡 休憩運動的民眾 今天南區公所邀社會局 警察局及長春里長 一起到現場聯合稽查 暑期時間 大家都或小朋友 會來這邊公園遊玩 那我們這個公園呢 長期因為有遊民進駐的問題 那希望說可以勸導 這個遊民能夠來配合協助 我們來做一個沐浴的動作 其實我們大家不是排斥 那希望說可以幫助我們這個環境更整潔 公園是這附近 這個居民油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場所 然後再來夏天也到了 這個小朋友常常會來這邊游泳池 國民運動中心游泳池這邊來吸水 所以造成我們的這個李民 或者是公園的使用者 非常大的困擾 現場又街友 另在兩大袋家當準備離開 而公所希望街友能到救助站 整理自己遺容整潔 甚至找工作機會 萬安集會所愛國街80號 有設置的社會救助站 那街友可以到這邊來沐浴 那也可以到這邊有一個就業服務的諮詢 還有社會福利的諮詢 都希望我們的這個街友 可以多多的利用我們社會福利的 社會福利救助站 聯合計查出動大批人員 希望能到正街友 離開街頭找工作 有安穩的住所也把安寧還給地方 那麼才men 好 失敗 任由 打算